在美中衝突裡頭還有一些議題 這些議題裡頭包括了我剛提到的美中的軍備競賽之外 昨天我們提到的連南太平洋小國都變成重要的國家 而另外一個就是印度 它是左右逢源到一種狀況 我們過去報導很多 上個表面我們報導這種事情是難以置信的 你就是想像把眼睛閉起來 這個國家的名字如果叫做中國 然後它有一個維吾爾的重要的宗教禮秀 是住在加拿大 因為它在中國被迫害 所以它就逃到了加拿大去 或者是我們大家崇敬的達賴喇嘛 它早就流亡西藏流亡政府 它一直在印度 然後這些重要的宗教領袖 被中國派來的特務 在當地的外交官跟當地情報官的合作之下 把他們給殺了 這些事情會掀起什麼樣的全球性的風暴跟指責 如果那個名字叫中國 結果現在因為那個名字叫印度 印度呢 他們的少數派 就是他們如果有所謂的維吾爾 他們的迫害對象 他們有西藏的迫害對象 而事實上呢 可能席克教徒面臨的屠殺的問題 遠比維吾爾會提他的西藏面臨屠殺問題 在近代來講是更加的嚴重 或是差不多 但是因為他叫印度 人們覺得他不是敵人 所以沒有人要討論印度的宗教人權問題 而當他逃到加拿大 作為席克教派的領袖 被暗殺的時刻 杜魯道當然不能接受 在上個禮拜呢 印度說你交出證據出來啊 我可以跟你一起調查 這個禮拜正式的消息是 提供給杜魯道消息 他在國會裡頭正式說出來 人們還說他爆料 他不是爆料 他是正式把他說出來 提供他消息的是美國的CIA 美國的中情局 美國中情局情報 給他的相關資料 就是殺的人 就是印度政府 印度的情報單位 對一個杜魯道 這樣的一個加拿大的宗教來講 你來我的國家 來我的土地上殺人 這不是選票的問題 你在搞什麼 結果呢 他還面臨一個各方圍剿的一個狀況 就可以了解啊 國際政治啊 根本沒有正義可言 沒有正義可言的 而在加拿大當地的席克教徒呢 就在印度的外交使館裡頭 舉行示威 而美國的角色呢 美國角色一方面 他也提供了情報 因為他有必要 也有義務 告訴加拿大是誰 殺了這位席克教派的領導者 但是 他也沒辦法 真正的透過拜登 在這件事情裡頭 公開的譴責印度 因為在印太戰略裡頭 他需要印度作為盟友 來圍堵中國 這跟毛澤東當時 對美國的角色 來對抗蘇聯的情況 是一樣的 印度的時代到了 所以他們就說 美國需要印度 來作為和中國之間的一個緩衝 印度總理莫迪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他可以為所欲為 這禮拜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杜魯道呢 沒有說出來 但是紐約時報正式刊登 杜魯道說的是真的 而提供他消息的 這是美國的中情局 各方顯示 加拿大總理杜多 上週對印度總理莫迪政府 在加拿大以槍擊斃 流亡加拿大的席克教領袖 尼加爾的訊息其來有致 可是在杜魯道 正式提出指控後 這些盟友 尤其是美國 並沒有人和他一起站出來 讓杜魯道的控訴顯得單薄 孤立無緣 杜魯道的力量在美國選擇印度成為盟友後 顯得如此渺小 外界當然對他更對席克教徒抱持著同情的眼光 美國一方面低調 另一方面也不希望此事件影響美加緊密的關係 只是蘇利文的話聽來空洞 外界批評如果是俄羅斯或者是中國到加拿大殺了維吾爾 或者是藏傳佛教的領袖 美國會如此溫和嗎 真正的問題是 加拿大納前外交官語重心長地表示 有一個真正的項目 本來的一種 加拿大維吾爾 以及加拿大維吾爾 對於加拿大維吾爾 這位是�傭反應的 出場的 加拿大不可以吃完 還有 加拿大維吾爾 所以我認為這會有一門 的重點 加拿大維吾爾 但是 當他們 打算 最重要的18領 BBC报导指出 当美英和所有西方印太地区的盟友 已经制定了主要关注印度的战略 成为对抗中国的堡垒 他们已无法放弃印度 他们无法公开支持加拿大的人权指控 这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 9月26日纽约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场活动中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被媒体问及此事 他表示当今存在很多的组织犯罪 但他平淡地回应 如果可能会和加拿大一同合作解决问题 第一我们告诉美国这不是英国的政策 第二我们告诉美国 如果你有特别的东西 如果你有特别的东西 让我们知道 我们很开心地看 如果有人给我特别的东西 我必须不需要加拿大 但民众的反应可就不是如此的高来高去 他们知道杀人是不对的 暗杀海外流亡宗教团体的领袖 不该被容忍 我们在这里站在他的故事 而印度教的印度人呢 他们一点也不同情被暗杀的齐克教领袖 流亡加拿大的齐克教徒 举着黄色的哈利斯坦旗帜 长久以来 他们希望能在印度庞哲普省建立独立的国家 印度政府1984年的血腥镇压 让他们被迫远离家园 今年6月 席克教领袖尼加尔遭暗杀 且被讲究人权的西方国家所容忍 现在这些席克教徒也开始怀疑 他们的未来是否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